好那么再继续看到玉里镇的勒河里 哈拉湾部落因为之前连日的地震 造成土石松软而山崩 那么摊坊的土石冲刷到溪谷当中 堵住了溪流形成了烟色湖 还有土石陆续的崩落 居民们就担心万一还有地震 或者是大雨来袭 继续山崩或者是溃堤 恐怕会影响安全 整片山壁崩落 山壁变得光秃秃 石头泥沙全部冲刷到下面的溪谷中 可以看到清澈的溪河 水流止不前被堵住了 这里是玉里镇勒河里的哈拉湾部落 也是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的家 以前都是悬崖峭壁 原本居民必须步行上山种植农作 为了方便通行开发道路 当地人称这为神秘谷 如今却成了这不模样 影响到我们部落 当然我做里长的 一定要做到这样子 要写公文到公所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协助 帮忙清河船的那一些大石头 当地居民说 两边的峭壁很狭窄 就是很靠近 本来是一个峭壁完整的 所以开发的那一条路很容易摊放 当然第一个很担心 因为这个河平常水很少 但是如果真的下雨 像昨天突然下雨 它那边会积水 那积水对我们会不安 不安 不安钱 是这样子 希望赶快处理改善 从空拍的角度来看 壮丽的山林 原本绿色的山壁 现在已经土色崩落 明显突了一块 触目惊心 因为花莲先前的连日地震 造成土石崩塌 堵住了乐河西西流 形成烟色湖 让居民非常担忧 眼前土石大量崩塌的情况 让居民有些惊恐 就怕万一又有地震 或是豪雨 恐怕会冲击整个部落 希望相关单位来协助处理 据着高松双预见采访报道